为了帮咱们节目的粉丝朋友们在19年买保险的时候都不被坑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份这样的武林秘籍 这里面都是一些保险避坑攻略啊 理财方法等等这样价值千金的实用招数 点击小思淘宝的头像进入主页 点私信按钮 回复暗号武林秘籍 就可以免费的拿到了 有没有用 你看了就知道了 大家好欢迎收看小思淘宝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家庭保险配置的话题 首先呢咱们来聊一聊一个家里面啊 到底先给谁来投保 也就是这个投保的顺序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是建议啊 家里买保险的时候 要先大人后老人最后才是小孩 因为大多数的家庭呢 大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主要的经济来源就靠他们 一旦发生风险 必然会影响整个家庭的生活 包括孩子的学费啊 还有赡养老人的费用等等 所以啊 要先给咱们家里的经济支柱配置保险 那听到这样呢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啊 说家里老人是最容易生病的 应该先给老人买 这其实啊 是一个误区 老年人虽然容易得病 但子女作为投保人 如果发生风险 保费中断的话 老人还是没办法得到保障 所以呢 还是要先保能挣钱的人 然后再考虑老人和孩子 那了解完这个投保的顺序之后啊 我们再来聊一下 不同的家庭成员 在买保险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侧重点 首先是看这个最重要的家庭经济支柱 那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啊 需要规避到的可能发生风险的方方面面 所以呢 这个重机险 受险 医疗险 意外险 这四项基础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家里的老人 老人在买保险的时候啊 是需要参考一个原则的 就是如果老人超过了55岁以上的话 就不要买这个重机险了 因为呢 保费会非常贵 甚至出现这个保费跟保额倒挂的情况 也就是累积交的保费比保额可能还高 那一般呢 建议直接买这个医疗险 还有针对老年人的防癌险和意外险这三大块 那如果是60岁以上的老人的话 可能就只能买到意外险和防癌险了 那对于家里面的小宝贝 这个孩子的第一费保险呢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少儿医保 每年的保费也比较便宜 可能就100到500块钱之间 具体的说呢 需要看各地的缴费的标准 咱们都知道 孩子的抵抗力弱 因为这个疼疼脑热啊 咳嗽拉肚子啊 去门诊是经常见的事 那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商业险产品 都不承担这个疾病类的门诊报销 而少儿医保是可以报销这个 门诊医疗费的 同时呢 还能带病投保 那比如有先天疾病啊 得过病啊 或正在患病的孩子 都可以去上这个 社保里面的这个少儿医保 并且得到这样的保障 那有了少儿医保 这个最基础保障之后 咱们再去补充一些商业险 可以按照重机险 医疗险 意外险这个顺序 来依次做补充 那最后啊 咱们今日头条的粉丝朋友们呢 一定要点击视频下方的了解更多 可以快速的领取我们的武林医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